海关上个星期破获梁中空运犯毒案 检获合共165公斤可卡因和冰毒 总值1亿6400万 检获的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冰毒 用来收藏毒品的油浸式变压器、电脑板 海关今个月14日在机场 检查由危地马拉寄出的变压器 拆开之后发现里面有111块 用石纸包裹的可卡因砖 合共145公斤 市值大约1亿4700万 海关近20年来破获最大宗的空运可卡因案件 另外海关上个星期五 拆开由墨西哥寄出 报清是电脑测试器的货箱 检获20公斤冰毒 市值1600万 海关说两批毒品 由不同的国家寄出 送抵香港之后 内地物流安排本港不同的运输公司 清关、存仓和提货 之后再运到机场寄去澳洲